泰国只有香氛精油的SPA品牌 或者是椰子油吗 其实啊 他们最近也推出了很多文青的保养品 还有一些诉求色彩缤纷的彩妆产品 让你一次买不完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在我们的影片里面啊 介绍了好多各国的美妆好物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国 Sawadika 那我来介绍泰国一些独立的保养品牌 跟彩妆品牌 他们也非常值得购买哦 泰国最大的美妆店啊 应该就是Eve & Boy 它在蛮多地方都有的 那就像是如果你去香港 逛美妆店就要去逛莎莎 或者是去欧美就是去逛Sephora 那去泰国就是要去这个Eve & Boy 它里面啊 琳琅满目的彩妆品非常的多 除了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欧美专柜品牌 它里面也非常非常多 泰国本土的彩妆品牌 他们的特色就是颜色非常的鲜艳 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特色就是不脱妆 因为泰国就是很湿很热很容易流汗嘛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Eve & Boy里面有一些 满特别还不错的一些彩妆品牌 有哪些 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啊 就是这个Rosie这个牌子 它最近啊在那个泰国的IG网红界 非常非常的红 红到就是 诶 它的这个Eve & Boy的店也在买了 那我这边啊收集到了两款 它就是在IG上面 很多人在take的唇彩 因为泰国的肤色其实还也分蛮多种的 有那种很白很白的女生 还有就是比较黄或者是比较深肤色的 那他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现在拿的是这个 所谓的液态唇膏 那一般的唇膏都是旋转的那种高状嘛 那它这个就是液态 就是比较水的 那它其实画出来 其实显色度非常非常的浓 那也就是现在蛮流行的那种干燥玫瑰色 那另外一个染唇录啊 它的这个笔刷就比较不一样 是比较呈现一个爱心的中空状 它这样子可以抓比较多的颜色 然后去调 那它的这个头是比较尖的 所以可以去描绘你的那个 唇的那个轮廓也蛮好的 那这个颜色啊是比较偏橘 其实擦上来就是 就是一擦就非常的显色 而且你外面看到的是什么颜色 擦起来就是什么颜色 就难怪我觉得泰国女生的妆 其实都蛮偏向欧美的 如果你很喜欢这样的效果 可以去买来试试看 第二个牌子啊 其实我要介绍这个 大家如果有去过泰国 应该都知道它是泰国 非常的老的牌子 它大概在1948年就创立 现在大概有70年了 它本来是药房在经营的 那因为它后来 因为现在泰国女生 大家都很爱化妆 都出了很多彩妆品 所以它就转型做一些彩妆品 跟保养品 那我手上的这个啊 是如果你去泰国 你一定会去买的 那这个啊其实是一个蜜粉 就是一个松粉 那它的包装我自己觉得 有点像Enosuit的Fu 就是紫色的包装 然后有一些玫瑰花 那它里面 因为它这个是他们 大概是最明星最畅销的蜜粉 它这个蜜粉大概就是 比较是属于半透明的粉末 因为它那边就是很热嘛 很需要用一些蜜粉去吸油 所以它就有点吸油的效果 那打开来 里面也是一个紫色的粉铺 就是它这个蜜粉 就可以透过旋转 可以把这个蜜粉打开跟关起来 那你用的时候啊 就把它旋转打开 然后大概这样沾一下 那因为其实如果皮肤很油的人 要藉由这种粉末来吸油 那这样子拍上去之后 你的那个脸上的油光就没有了 那我觉得这蜜粉真的蛮推荐的 那除了这个蜜粉之外啊 它们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都会去拿的一个粉底液 那这个粉底液的特色呢 就是它遮瑕效果很好 而且也很适合运动的时候用 因为就是天气很热嘛 所以它有点抗旱又抗油 如果你想要去泰国买 它们当地蛮不错的粉底液 我觉得这个牌子是可以用用看 那我自己其实有用过啦 我觉得它就是真的遮瑕力效果很好 如果你想要尝鲜的话 我觉得这个牌子是满可以买来试试看的 接下来第三个啊 是这个牌子叫做Nikara 这个牌子啊 在那个泰国的美妆店里面 也是超多人挤在那边一直试 不断地试 那它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产品 那其中也有很多联名的系列 那我这次买回来的是这个独角兽系列 因为它的你看它的这个外面真的很吸引人 就是那种星光独角兽 然后还有它的唇蜜 也是有一只独角兽的头在里面 所以有一些年轻女生 小女生看到应该会觉得真的很厉害 那这颗粉底液啊 它其实标榜的就是可以让肌肤有光泽感 而且持妆的效果也很好 你看打开来看它就是像一般的气垫粉饼 那我觉得它里面的海绵也设计得非常可爱 就是你看 它其实里面是有点像星星的压纹 那我觉得这样子 这颗你看又是紫色的包装 又是气垫 很适合女孩 然后很吸睛 那它使用的感觉啊 就是比较有光泽的效果 然后就是拍拍拍拍 然后它比较光泽 而且它可以让你的肤色比较持久 所以如果想要在泰国找气垫产品的人 其实这个牌子可以去试试看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品牌 就是RAD的这个彩妆品牌 那它这一系列的产品 我其实自己觉得它有点跟NARS这个牌子蛮像 就是专业彩妆师品牌 我觉得这个创办人啊 他希望画上他们家妆的这个女生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酷 能够引领潮流 变成万众瞩目的焦点 他们的彩妆品其实我有一点蛮佩服的 就是他们的彩妆品啊 居然里面都有一些就是无动物测试 或者是一些无防腐剂 没有香精 没有色素 不含人工的一些成分 那这些彩妆其实通常都是 保养品牌会比较重视的 那这个彩妆品牌他们也蛮重视的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我手上拿的这个啊 是他们的明星产品 就是多功能的打亮盘 打开来啊 其实它就 它这边有个镜子 然后呢 再来就是它会告诉你这个打亮盘可以怎么用 就是整个梯子 或者是眼睛 或者是一些唇的上面 一个单纯的白色的珠光打亮 它其实也分了很多色系 在你的肤色上面 就会看起来蛮明亮的 很明显 所以立体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买这个多功能的打亮盘 这个多功能打亮盘是它的明星产品 另外啊 他们还有一个这个神奇的粉底棒 也是他们在IG上面很多人会在用的 那我觉得这个粉底棒看起来真的 看起来蛮特别的 其实打开来更特别的 看它里面其实是一个 有点像是气垫的一个压头 就是下面转一转 转一转 它上面的头就会出现它的粉底液 然后你可以用拍的 或者是涂抹的方式 就可以擦完了 那这个粉底棒啊 它还有一些防晒的效果 所以如果对于一些东南亚那边 就是天气比较热啊 比较有多紫外线的人 它有很好的保护效果 那最后啊就是RED 他们其实他们的彩妆品牌 他们蛮多 有蛮多的唇膏唇彩系列 那这个唇彩系列啊 其实用到一些美国的一个独家技术 让它的色彩其实可以很饱和 又比较保湿 所以擦上去又可以比较持久 那这款就是金色的这个唇蜜 其实它们的颜色就是 都是蛮大胆的颜色 就真的是擦起来就是 一擦就是上色 然后整个在唇上面也不会觉得很干燥 那如果是喜欢比较大胆颜色的人 其实可以去用它来试试看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两个彩妆品牌 它们是只在网路贩售 没有实体通路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牌子 其实质感真的是蛮好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CALT 它其实啊是从英文的Culture 文化演变而来的 那它其实是想要传达的是一个就是 文化上跟生活上面的意义 它们的产品其实很少 目前只推出了这个 所谓的慕斯状的腮红而已 那它这个质地啊其实还蛮轻的 那打开来好像 那个眼药膏的那个包装 所以它的那个头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挤出来啊 其实只要一点点 大概轻拍 其实就可以就是这样子打出来 你看这样子抹起来 其实抹起来就是 感觉是那种很平滑的感觉 然后呢涂完之后 就一点点就是一点点红晕 好像是从你的肌肤散发出来的 那我觉得这个腮红我自己真的还蛮喜欢的 最后一个彩妆品牌啊 是这个EVERPINK 这个品牌我一看啊 我就觉得其实还蛮看起来很年轻 很极简很粉嫩 比较跟他们其他的牌子不太一样 有点像日式极简风 那因为他的创办人啊 其实是泰国日报的集团的孙女创的 那他里面啊 其实最推荐的是 他的这个腮红膏 那我想说泰国真的可能是天气很热吧 所以大家真的每次都会比较喜欢使用 膏状的产品 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脱妆 那他们的颜色啊 其实就是真的都是比较大地色啊 橘色比较鲜艳的颜色 那这个腮红膏其实是 就是擦起来就是比较轻 然后颜色也还蛮明显的 那另外啊就是一个我觉得也蛮可爱的 是这个眉笔 就是它是两头的 一头是这个可以画眉 然后另外呢一头就是这个小刷子 它这个小刷子跟一般的眉刷感觉不一样 可以把你的眉毛刷得更顺更整齐 这两个产品是非常的推荐 其实就以2019年才刚创立的牌子 可以推出这些产品 其实也蛮不错的 接下来我要介绍四个啊 就是泰国的保养品牌 那第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这个 它的包装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白色的盒子跟黑色的字 那打开来里面却是就是有种奢华的感觉 那我介绍的这一瓶啊 其实你们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吗 以为是美容油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卸妆油 那这一瓶啊其实在Vogue的泰国版 也有大力推荐过 它是一个天然的红面包束的结盐油 那它是一个清洁油 就是可以让你卸妆的时候使用 那什么肤质都能使用 那因为这个红面包束 它的营养成分也很高 不但可以溶解你的彩妆 就如果你有一些粉刺啊 它也可以经过一些些微的按摩 溶解你的粉刺 你要让你的肌肤比较干净 所以我觉得这个卸妆油真的是 可以大力推荐 而且它真的没有很贵 没有你想象中这么贵 真的是泰国的还蛮值得推荐的产品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牌子啊 其实大家看起来 有点像澳洲的那个Eso 那它其实也是讲究给那种 皮肤比较敏感脆弱的人 然后呢它标榜就是 它的成分都比较温和而且有效 它创立于其实2016年 到现在算算其实也蛮年轻的 也是在泰国养了一批 蛮死忠的爱用者 那这一瓶是它的明星产品 也是含有就是酸类BHA的精华液 它里面大概含有2%的水洋酸 其实水洋酸就是可以代谢你的老肺角质 还有一些芦荟啊 还有一些滋养肌肤的一些成分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就是有很多毛细孔阻塞啊 长粉刺啊 其实用这个精华液 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轻微的代谢 让你的皮肤更健康 看起来更光滑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牌子是Skin First 它其实也是泰国非常年轻的保养品牌 去年才成立的 那它的品牌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简单保养 就不喜欢瓶瓶罐罐很繁复的一些保养步骤的人使用 那它的保养系列很简单 分成三个 清洁保湿跟防晒 包装都很粉嫩 然后再不会让给肌肤有很大的负担 那它最有名的啊 其实是这一瓶就是蜂蜜的清洁乳 那它起完的皮肤就是感觉很光滑很干净 使用的感受其实还蛮特别的 如果你蛮好奇的 你真的可以买来使用看看 最后我要介绍一个全新的极简保养品牌 它们品牌其实还蛮大胆的 就是目前只有这一支产品 那这一支产品啊 它其实是就是一个消炎面膜 你想想看如果泰国啊 你每天在那个被阳光一直晒一直晒 皮肤就会比较干 又比较发热发红 所以它就是帮你消炎的 你可以当成晚安面膜来使用 那晚上你大概就是薄敷在皮肤上面 大概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再洗来 你的皮肤就会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舒缓 比较柔嫩 比较有光泽 那这个消炎面膜其实目前在他们的IG上面 也是非常的有名 那如果你对这个产品很好奇 我觉得也很建议买来试试看 以上啊就是我介绍泰国的美妆好物 其实我觉得泰国的彩妆保养品是蛮便宜的 如果你是那种对品质非常非常要求的人 你就轻松看待就好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美容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